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很不好意思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那就是我准备的视频 因为中间可能自己推出了一下 导致它的自动存盘这个功能并没有把握好 导致没有出城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非常的具有周末娱乐的精神 所以我还是决定就算是一半也是要帮大家出一下 当然是一半 我肯定是要用简短的话语来帮助大家 完成一下前八分钟大概发生的什么事情 对吧 张角主我是内奸 内奸里头有庞德 就是适合当内奸的武将 有庞德 有马超 还有一个孙策 但是大家都知道张角主是一个偏弱的主攻 如果像选孙策这样子比较初期降游的主攻 如果在初期主攻劣势 你是没有任何控场能力的 那选庞德和群雄的马超 你可能会导致前之位反贼的盲居 对吧 你是群雄 又是浮一马 能直接通过杀来跟张角进行配合 又能送闪 所以我选择了蜀国的马超 一通过铁技的能力能提高一下张角主的能力 二也是能在张角主比较偏弱势的时候 能很好的跟他进行配合 其次就会大概讲一下 这个太日词 起手二号被挑了反贼 忙了张角 并且对我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限制 因为这个降面比较难翻 这边的话 忠臣郭怀 起手就把刘峰打残了 手牌非常的给力 三张顺手 完了顺个王国牌以后 完了进行一些的攻击 刘峰残了以后 就是一个反贼 完了对自己进行了一些 限 就是限制了一下张角 然后也就没什么事过了 临头也挑了一个反贼 旋风了一下张角 张角反正手牌已经没有多少了 完了也就过了 完了 寻鱼跳了一个忠臣 通过驱火 废雪 来帮助张角 补了一下牌 然后也是对刘峰进行的控制和攻击 完了到我这儿 我去打死刘峰 然后跳了一个内 也杀寻鱼 杀寻鱼有两个好处 继续的让一个忠臣的血线降低 也是让刘峰那边不要给主中方收掉 三也是能有一个继续控场的思路 完了赵云是一个反贼 这就是大概的 完了就到第二回合了 张角第一回合 通过赵云那边的 对 我放A收的刘峰 完了导致张角那边飞了点血 就成这样子 完了张角这边弄挂了个闪电 好了 就是这第二回合开始 那我们继续的看 哎 不好意思啊 只能录一半 谁让我中角好像退了一下 就导致他自动存盘就不存完了 但是又这一局非出不可 那实在只能这样子了 泰瓷这边没办法限制掉闪电 然后也没有第一回合他爆发完了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牌啊 来继续的在第二回合产人续报的 所以他只能拼了一下 对吧 就是拼了一下啊 主攻完了就过了 这边过后还铁锁了一下 泰瓷赵云 因为张角挂出一张闪电啊 现在主中方就可以通过闪电 做一下文章 直接把反贼打奔 而我这一轮其实挺纠结的 因为闪电一批反贼可能会奔 所以不批的话 那主中方状态又太好了 我又不能说不打主中 所以当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灵统帮助我 他铁锁了一下主攻和郭海 那说明张角这一个要雷 只能批灵统 那我就可以大胆的去继续的杀寻月 杀寻月有两个好处 一是限制他的血线 来方便我以后更好的能秒掉他 二帮张角截命补牌 防止赵云那边秒张角 来主攻死了 我肯定就输了嘛 这边的话 寻月驱护我 主动的去给主攻去 诶 解命 这让我挺开心的 那说明 首先他完成了我想要完成的事 如果他不去做这种事的话 我是会杀他的 大家去想我作为一个 内奸这时候肯定得杀他 让他给主攻补牌 对不对 他完成的事 那我只能说我秒你了 这个时候 先顺一下加一马 然后去杀寻月 主攻方有桃子 也许会留的给自己 反正内奸会控场 对吧 千万不要给寻月吃桃子了 让我收了吧 千万能进入一个控场的一个 换为死一反 死一中 但是 呃 赵云去拆闪电吗 啊 赵云有点小怂 觉得这个闪电是对着我家 灵桶去的 所以我应该把闪电限制掉 防止你这次PS 虽然说是铁索 保得自己和太史词 但是灵桶还是在一个闪电的范围之内 随便张角行动 又挂出一个闪电 呃 这个 没办法了 对吧 那只能说你们希望这一回合继续的限制掉这个闪电 要不随时威胁着你们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 虽然这一轮反贼的匠面都非常的克制张角 包括太史词 刘峰 顶统 但输出能力比较薄弱 那就是在张角起手回合状态并不是很好的时候 被限制了很惨的时候 并没有机会能秒掉他 再加上有寻月的补牌 有时候像赵云可能是唯一一个有比较大输出点的地方 但是他又不敢去杀 这边太史词先拼点后杀 当时我想的可以去杀郭怀 不要让 因为他没闪了 对吧 你不要说是 把自己的人头送给郭怀 因为反贼方只有赵云的三张牌可能出现桃 当然他是用12点拼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成功 我想双杀 并能产生其他的效果 当然很可惜没有成功 雷杀丢了 当然这边的话 死就死了 我觉得群玉还是有机会能打死的 所以并不是很虚 打死群玉的话 反贼的输出是能估算出来的 而主中方的能力也不是很强 唯一就是一个闪电的这个问题 要一会考虑考虑 林统这一边杀一下群玉 完了铁锁 当林统铁锁完这一点 我就明白了 林统这是完全的针对于我 当场面上所有人都被铁锁下来 那只有我一个人不是一个安全的 那这个闪电 那只会选择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自己 所以 我只能说你们太过分了 我也只能说反贼 我死了 你们怎么打 这个时候群也是反手 吃了一张桃 都觉得状态比较好 内奸一死 没有控上的威胁 或者说是我会杀他 他原来是自己又主动的去 去解命 那不管他了 反正他吃桃就吃了 把我断杀了 但是我摸到一个 现在我非常需要的牌 那就是无懈可击 那这个时候 无懈可击对于我来说 就是保命的牌 因为这个闪电 表面上是 大家都要判定 那其实 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时候林统还要鼓动 赵云去杀张角来劈我 我只想说我死了 你们怎么控 怎么往下打 难道你们要2v3吗 哎这个不能让我死呀 这边的话张角看到一个桃子 已经不淡秘的去用白衣狮子 这个我觉得是存在一点点争议 但是张角选择拿一个桃子 可能是想保寻玉 让寻玉不要死 因为林统那边有输出 我这边有输出 这张桃可以救寻玉 而因为他有改判的桃 鬼道这张牌 是不怕被批的 这边的话 郭怀去杀一刀 林统还是没有选择酒杀 什么来把这个闪电也带走 那我这个无蟹是不会管你们 你们该干嘛 想干嘛 我这个无蟹只会无蟹闪电 林统去杀寻玉 寻玉一张闪 寻玉看一下这一轮行动 听过蛆虎打林统 吃桃呀 还好 刚才太尔茨那边没吃桃 但是这一轮保下林统 因为再死一个反贼 2v3我自己都觉得难 这个时候真是关键时刻 就是什么运气来了 真是挡不住 用完一个无蟹 又来一个无蟹 无限填补这个闪电 批我的时间 给予我去拆掉这个闪电的机会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反贼已经肆无忌惮了 就是在张教局挂一个闪电 完了反贼去拆 都是先拆手牌 不去拆闪电 你就可以想到 反贼是多么的肆无忌惮 这边血线是为了保持控场 无蟹是为了防闪电 那我只能通过张八来拍 反正其实也没有什么拍 有张八随时有杀的能力 还是有控场的能力 所以我这轮选择张八拍保血线 维持血线 就是维持一个控场的机会 或者控场的能力 这边赵云 没有想到帮那间控场 就是去杀张教 对于反贼来说是对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更希望的是他去杀忠臣 对吧 这个时候张教乐了我一下 让我起到了一个非常疑惑的 张教乐我说明他不想批我 对吧 他想控制我的行动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张教如果是想批我的话 他应该去乐赵云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也应该去乐赵云 因为赵云对他是威胁 我不会杀你张教的 那他唯一的思路可能就是 他留的不是一个轨道的判定牌 并不能改了闪电来批我 其次的话 他也不想让我动来去杀死寻月 这是我后头补到对张教这个心态的分析 因为每个人出牌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肯定要考虑一下 他到底做这样子的事是为了什么 才能想到更好的去解决的办法 这也是打三国杀的一种方式 虽然张教爆了这样子的时候 但是我怕对于这个玩家不太熟悉 我想清楚了逻辑 但是我觉得万一他的逻辑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选择了无限闪电 宁可中乐也不要去赌这个消息 就不要赌这个X因素 当然无限完以后 乐判了一个黑淘气 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明知 又躲过一截 这个时候 赵云过乐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张教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他留的是一张闪电判定牌 但他却乐的是我 那他到底是想逼谁呢 他不想逼谁留了个闪电牌 不怕批了自己人吗 因为那时候不管到谁身上一个闪电 都得死 对吧 所以这个很奇怪 当然他奇怪 我也不管他怎么去打 刚才赵云是过了还没有 没过了 他直接弄了 这边的话张教去也过了 也没有产生做什么作用 刚才是有一张桃 吃了 鲁摸一张桃 这个人其实到这的时候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 呃 张教裸摸不一定有闪电判定了 这一轮我并不是十分危险 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郭怀判了一个轨道是闪电的判定 然后看张教没有 那好 那好这是一次标准的游戏规则 逆时针求逃 所以求逃的顺序是郭怀先求逃 郭怀死 寻玉先求逃 再求逃 寻玉死 然后赵云再求逃 赵云没逃 死 那如果赵云里头没有酒没有逃 那说明我们就躺赢了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的希望赵云那边没有逃 旁观的人都已经看 已经发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难道村长要赢了吗 当然也有旁观的朋友 因为我们大家是开牌的 所以很多人也许看到赵云没有逃 所以已经发出了一些让我当时非常激动的言论 就是赵云那边可能死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简简单单 有时候啊 控场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你有这个恒星 往下打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会获得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胜利 这也是前段时间有人脱惯内奸胜利的一种标准原因 而我今天也是专门出一场娱乐视频 来帮助大家看一下三国杀这款游戏 有时候能给带来我们其他的乐趣 当然也许啊 大家看的并不可笑 但是对于场面上 你是这个内奸 你玩到这种局的时候 你是不是当时非常的激动 我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非常的头疼呀 那间反贼已经抱着一个思路 就是往死里干主攻了 而忠诚 我从开头杀到结尾 愣没把他杀死 其实我对反贼 唯一就是刘峰其手残了 我想去收他 去收了一个反贼 实际上所有的输出都打在忠诚上 但是忠诚就是不死 那最终的话 获得这样子的神力 我觉得有可能是上帝也感动了 给我带来一种这种特殊的神力 那行 今天这个娱乐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